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想带给大家来介绍这么一个 陪勒多的迪士尼米菲蝴蝶结甲套装的那么一个玩具 然后呢,它的这个官方的名字呢就叫 陪勒多然后迪士尼米菲,嗯,米尼 然后这个呢是适合于小朋友的是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然后这个套装呢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橡皮泥 然后主要的颜色呢是有两种一个粉色一个紫色 然后还有不同的这个模具 然后可以做出很多非常漂亮的一个蝴蝶结 然后现在呢,我是要把它拆下来给大家看 这里呢有我们两桶陪勒多的一个橡皮泥 这里呢有我们两桶陪勒多的一个橡皮泥 一个是这个淡紫色的 然后这是大概是这么一桶 然后大概是一个大拇指那么高的一个小桶 然后呢这一桶呢是我们的一个淡粉色的一个橡皮泥 然后在外面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橡皮泥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粉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彩色的亮片在里面 然后也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接下来呢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小刀 然后这个小刀呢也是用我们的迷尼 然后这个蝴蝶结装饰出来的 然后这是一个模具 是一个做蝴蝶结的一个模具 然后这里呢又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专门做一个迷尼的一个蝴蝶结的一个模具 然后在这个套装里面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大小不同颜色 不同款式的一个按压或者是做按出蝴蝶结的一些模具 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注射器 是一个专门是注射橡皮泥的一个注射器 然后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工具在这里面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先打开这个超级酷的粉色 陪了多年度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个人呢也是非常喜欢它这个粉色 然后这个粉色呢制定的也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细腻黏黏的 然后到处呢都是这种彩色的这个粉色彩色的这个亮片装饰 感觉呢也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好玩 然后呢感觉它这个感觉它这个手感呢非常像做糖霜的 就是这个专门做蛋糕的那种糖霜的膏的一种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做蛋糕的那个表面的那个模子 然后闻起来呢其实是跟普通的陪了多年度呢没有什么区别 也不是像我想象的诺诺那样能够散发出一股草莓的味道 在这里呢是我们先要把它捏平 然后呢先拿我们一个任意的一个这个模具呢给它做一个示范 然后也是随意拿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粉色的大狐狸结的一个模具 然后呢给它按压 按压了之后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大拇指慢慢轻轻给它掰下来 也是非常的好掰的 然后我们这个大的这个狐狸结呢就做好了 当然了我们的狐狸结可不是这么简单 不要以为你做好了这个大的狐狸结就做好了哟 其实呢你可以把它稍微的按压一下 然后给它捏出它该有的一个形状 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给我们的这个大狐狸结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装饰 然后这里呢我是需要用到了我的紫色的一个橡皮泥 其实呢我们做好了橡皮泥之后呢或者做好了两个大型的狐狸结之后呢 你可以看它是不是大小相互插的不是那么大 这样的话呢可以把两个狐狸结呢相互套在一起 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 然后这里呢我是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滚的这么一个小的橡皮泥 然后呢我是给它按在我们的一个模具上 然后呢稍微用我们大拇指进行一个按压 然后让它的边缘呢能够更好地切割开来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狐狸结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mini的一个蝴蝶结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蝴蝶结的一个背面呢 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蝴蝶结的一个模具 但它不同的之处呢在于它的细节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蝴蝶结呢上面是有小圆点 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些 我们镜头给它拉近一些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蝴蝶结上呢 是本身就带有了一些小小的一些装饰 就看见像这样 不知道你们看清楚了没有 然后呢我现在是想要继续再尝试一种这个蝴蝶结 然后呢我还是用我们的紫色黏土 因为我觉得这个紫色黏土呢 这个紫色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感觉非常的高贵又典雅 然后它要是我喜欢的那种淡紫色 真的是很好看 然后呢我是拿我们的这个蝴蝶结的这个模具呢向下压 然后这个蝴蝶结呢也是跟我们刚刚之前所介绍的一样 它是一种刚刚那一款的一个大型的这么一个暗压的蝴蝶结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模具上的这个蝴蝶结呢就有一些些凹凸不平的小圆点 然后呢如果我们按压的力量足够大的话 我们这个蝴蝶结呢上面也是有圆点的 嗯虽然呢我在这里做的不是特别明显 但应该也能看得出来我们的蝴蝶结上有一些纹路 就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两个蝴蝶结呢放在一起 就像我刚刚说的 给我们的蝴蝶结呢做一个巨型的一个装饰 然后呢就可以拿到我们那个紫粉色的这个 嗯这个黏土呢直接在我们的紫色的这个黏土上 按在它刚刚好它有那个小圆点的一个地方 然后给它做一些立体的三维的三地的一个装饰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装饰好了 这个蝴蝶结有的时候呢这个小猪猪会掉下来 然后现在呢我们有这个注射器 我们可以把我们上海的粉色的蝴蝶结 上海粉色的黏土呢都放到我们注射器当中 在这里呢也可以做出一个非常炫酷的一个蝴蝶结 我现在展示给大家看 因为它出来的这个黏土呢刚好是一条平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捏成一个立体的蝴蝶结 一定要注意的我的是一个什么手法哦 先把它两头粘在一起 然后我们做成一个长圆形的一个圈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椭圆形 然后在中间呢我们可以给它按压一下 然后两边呢也稍微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 然后进行一个按压 然后中间呢给它按的凹进去一点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做好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三地的立体的一个蝴蝶结 然后如果你愿意呢也可以用我们紫色的黏土 在这里给它做一个装饰 然后再做一个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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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这个是看起来是超级好看的 因为它这个圆点呢 刚好就在我们的蝴蝶结的这个小圆点上 然后就可以做一个装饰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模具的背后呢 其实还有一支mini mouse 也有就是我们的米妮 迪士尼的米妮 这个本身的这么一个小的人物 我们也可以拿我们的香蝶泥呢 就给它把它印下来 然后就看起来就像这样 然后这是我们的米妮 然后看起来是超级的好看 然后也是超级的可爱 然后有一个大大的蝴蝶结 然后还有两个大大的耳朵 一双特别漂亮的一个高跟鞋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两个两个的蝴蝶结呢 相互套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装饰 或者是给它做一点点缀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然后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视频点一个赞 你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写信留言告诉我们 你最新最想看到的视频是什么 或者是你喜欢怎么样的一个蝴蝶结 或者呢是你喜欢什么那个橡皮泥的颜色 都可以写信告诉我们 我们会认真阅读你们每一个留言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视频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实时收看到 我们最新推出的节目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